哈囉,大家好,我是屬修微積本的百寸大二三寸字器 我要來介紹作業儀的第42題 第42題題目是 FOX是一個函式 然後defy在所有的時數上面 而且滿足FOX-FOY的絕對值小於等於L乘上X-Y的絕對值 然後是對所有X跟Y的時數 而且L是一個正數的常數 然後在這邊我覺得 FFOX只是對X是函數 那對Y的話 我也看題目有沒有說對Y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對Y就是常數 所以Y就可以看作常數 所以呢 然後我就把X-Y的絕對值除下來 所以就變成這樣 然後會小於等於 因為X-Y 然後L 那等於L 然後呢 我再去絕對值 所以 所以 這個 兩邊就有-L跟L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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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對FY的講 Y是常數 所以 我這邊Y 可以任何數 所以 我Y可以設成0 那如果Y是0的話 那 那 這整件事情 就變成這樣 然後 然後 去絕對-L 到L之間 然後L 是一個 positive constant number 所以呢 -L就是 negative constant number 然後 這個就是 剛好是什麼 微積分的定義 就是F0的定義 就是F0的定義 所以就直接抄下來 然後 這個 這個是代表什麼 就是呢 F0 就是F在0 這一點 它是可微分的 因為 它 因為 在0這點的微分值是存在 是 它有個下界 有個上界 所以不會跑到 五線大或是 負五線大 好 所以 所以 F 是 是可微分 在x等於0 那 這個就 implice F 是 連續的 在x等於0 這個點 那 所以就回答到了 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就是 我就同意 F4 連續在x等於0 這一點 然後 也同意第二小題 F4 可微分 在x等於0 這一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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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